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一次意外受伤 却引发一场症状 依次普通手术 却陷入矛盾漩温 身患是他最大的负担 手术是他最痛的记忆 痛苦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无奈 蹊跷的腿伤热线12 即将播出 挂面上的这个人叫王明朝 今年32岁 八年前 王明朝和爱人刘女士 从河南老家南下 来到广州打工 经过不续的努力 两人在广州买了房子 也安定了下来 小日子过得十分甜蜜 三年前随着女儿的讲声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然而就在一家人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时 一场变故 却改变了这一期 走路不正常 你小子用不按力 肌肉不温暖 走路的时候就是大腿带动小腿 就掏腿的那样 慢慢走 瘸子 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地瘸了呢 这让王明朝一时间难以接受 他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的腿为什么会在不知不觉中 就变成这样了呢 我还不知道以后是怎么样 我自己的工作生活 家庭 以后都不然小 我觉得一个男人 我刚30岁以后路牌长了呢 以后腿废了 这怎么办 如果他的一条腿不行了 你想想他失去的是什么 就整个家庭的一个支柱 最后就瘫掉了 这么年轻腿就不行了 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呢 想到这里 王明朝夫妇俩心机如愤 眼看着自己的腿伤每况愈下 保得最后一线希望的王明朝 还是决定 去其他医院再次检查一下 看看腿上的伤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的话 就是那么残酷 不管去找哪个医院 找谁问 几乎都说你的腿几乎是肺了 我找到医生 那个医生就说 这个神经坏了 不知道怎么坏了 肌烟图做出来以后 就吓到我一条 因为那个结果就是 肥肿神经重度受损 得知这一结果 让王明朝半天缓不过神来 跑好的一条腿 怎么会又肥肿神经重度损伤呢 这一结果让王明朝在举妄之余 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是王明朝忽然想起 之前自己曾经在神经受损的腿部 做过一次手术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那么这个幼肥总神经重度损伤 会不会跟之前做的手术有关系呢 王明朝曾经有做过什么样的手术呢 各位好 欢迎你准时收看热线12 我是曹东 刚才片中已经交代了一些细节 比如说王明朝是一次在和朋友打球的时候 意外的伤到了自己的根腱 于是呢 他就托熟人到这个医院里边做了一个手术 没想到自己却变成了残疾 那么他在这次根腱的手术和他成为残疾之间 到底有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 这点现在还不能妄下结论 不过呢 在记者随后的调查的当中 却发现了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 常识告诉我们 比如说哪个大夫 你给这个病人做的手术 在之后的手术的记录书上 你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而王明朝 他当时的这个手术记录书上签名字的这个大夫 在当晚居然就不在医院里 居然完成了一场穿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继续了解 提起王明朝做手术的事 还得从三年前的一次意外说计 2010年3月11日 喜婚打羽毛球的王明朝下班后 约上几名好友去羽毛球馆 准备好好打一场比赛 平日里被大家称为高手的王明朝 一到球场便无比兴奋 双方你来我往 打得不以乐乎 一个正常人 健康的 身体很能帮的小伙子 竟然经常喜欢锻炼 喜欢体育运动 然而 就在一次基球时 无论发生了 然后就腿就受伤了 受伤了以后 当时觉得挺严重的 然后这个脚踝这个地方 踢不起来 没法走路 然后后来就来到朱江医院 王明朝说事发当晚 来到朱江医院 已经是晚上22点了 由于门诊已经下班 在苏青同事的帮助下 王明朝来到朱江医院的急诊室 当时就挂了急诊 然后医生给摸了摸 就摸了一下这个 叫后边消息这里 然后说是跟腌断了 然后就跟我说 那个建议我 当天就做手术 王明朝说 当他听到医生说 自己的跟腺断领 他当时吓得 也是不知所措 听到医生的建议 考虑到病情的严重性 王明朝还是决定 在受伤傍晚 做右跟腺修复手术 那个朱江医院呢 就跟我说 是由他们骨科中心 副主任 李兄健 李主任 给我做手术 所以我就同意了 然后就进行这个手术前的各项准备 我体检啊 抽血啊 然后直接是到12点的时候 把我推到手术室 根据王明朝提供的南方医科大学 朱江医院手术记录中的记载 王明朝的手术医师为李松健 助手分别为于博 陈华和王健 手术时间为2010年3月12日的零时50分起 到2010年3月15分之 共用2小时35分 手术过程中 描述手术顺利 麻醉满意 术后安返病房 最终手术医生落款为李松健 朱江医生 这俞博 他过来跟我说 他说手术很成功 但是他说 没有预料的 没有他们预料的那么 断的那么整齐 断的不整齐 而且是很严重的那种麻尾状断 至已至此 王明朝觉得手术都做完了 断成什么样都已经无所谓了 好在手术还是比较成功的 他也满怀信心的准备康复断领 就这样在医院住院20天后 王明朝在2010年3月31日那天 出院回家疗养 到2010年7月份了 7月中旬 我的腿距离手术已经四个月了 我总觉得我那恢复有点异常 不太正常 整个人感觉不到恢复 我就回朱江医院去复查 经过南方医科大学朱江医院 基电图检查报告的鉴定 王明朝的幼肥总神经重度损伤 结果一出 王明朝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因为这个结果 已经不是跟剑断裂那么简单 为了能更加确认自己的伤情 王明朝找到了 给自己做手术的手术医师李松建 然而李松建的回答 却让他彻底崩溃 王明朝被李松建的一席话惊呆了 李松建不是给自己做手术的那个医生 那为什么在手术记录里的手术医师署名 却是李松建的签名呢 如果不是李松建在做手术 那么当天晚上又是谁给自己做的手术呢 这个幼肥总神经重度损伤 到底跟手术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为此记者来到了南方医科大学诸江医院 找到了诸江医院创伤骨科的副主任医师 李松建了解情况 从来没有隐瞒过 我不在查 但是我是跟他那个病例上有冲突 就是因为我签了字 因为我省签的时候 一般我们出现病例 我都要过 都要看 因为我虽然手术没成家 第二天我查房 随后的都有查房 都有看过他 李松建告诉记者 对于王明朝所说的 他没有参加王明朝的手术 他本人一直也没有隐瞒过 如果李松建没有参加手术 那么他为什么会在手术医师的署名上 签上自己的名字呢 可能是有些这个 这个手术记录里头 其中有个表格的表头 有些是我们 我们是一个诊疗组嘛 平时一个自私的东西的 然后觉得时间是时间 他就把那个扶植上以后 就扶植了我的名字 李松建说外科医生平时要经常加班加点做手术 而且医院的病人太多 有时他们也忙不过来 作为一个治疗组的组长 他们所就专门自制一个固定的病例模板 等到需要的时候就打印出来 有些时候并没有仔细地查阅这些病例 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这些病人的病情 他还是比较清楚的 比如说你今天你问王明朝谁 我肯定当时就知道 但是你要说哪一床哪一床神病 我就知道 你今天说哪个病人 我可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是哪个 李松建告诉记者 因他未参与王明朝的诊疗及其手术 却在诊断书上签字 2012年1月18日 广东省卫生厅专门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李松建及其所在单位珠江医院进行行政处罚 认定李松建未参与手术罚款3000元 对于珠江医院出于行政警告处罚 认定了事实 对我们也进了这个处罚 警告 然后这个院里大家会有批评 然后整改 李松建觉得在广东省卫生厅都认定 他没有参与做手术的情况下 王明朝他一直在纠缠于此 这让他很不理解 李松建没有参与王明朝的手术 那么当天晚上给王明朝在急诊看病 和后来给他做手术的又会是何人呢 根据珠江医院王明朝的手术记录中 手术医师一栏的记载 除了李松建 剩下的三个人有这种可能 他们是于博 陈华 还是王建呢 当时是谁给他做的 当时肯定是白身白身于博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 第一个 我们从人情来讲 从逻辑来讲 他找到他 同学关系 通过关系找到他 他不可以做 根据李松建的推断 当时给王明朝做手术的就是于博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真是这样 那王明朝跟于博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病人是当时晚上是大概八点钟打电话给于博 但是不是他自己打的 他找到我们医院有一个医生 医生 医生 找于博 根据李松建的说法 王明朝手术当晚 建联系了在珠江医院做大夫的朋友 然后通过这个朋友的帮助 联系到了于博 后来王明朝到医院后才联系上了于博 于博给王明朝在急诊 做了诊断及手术 那么李松建说的都是真的吗 记者在珠江医院 见到了于博 大概是2010年3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在回家的路上 就接了一个电话 是我们神经外科的一个郭医生 打电话给我的 说他的一个老乡朋友 运动的时候 跟腱断了 想让我过去帮他进行诊治 于博说当时跟郭医生通过电话后 向到家中还有刚刚流产不久的妻子需要照顾 这样他很是为难 回到家中的于博坐立不安 匆匆忙忙给妻子做完饭后 便立即赶往医院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 王明朝已经在医院的急诊室等他了 这个病人是跟家人来的 我是第一个接诊的医生 没有其他医生 在我之前对他进行了诊疗 他就是专门过来找我 给他进行治疗 手术这些 于博所说的郭医生又是谁呢 当天晚上确实是他联系的于博吗 随即记者来到珠江医院神经外科 找到了珠江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 医师郭燕武 当时我也下班了 我就跟这个顾客 这个余医生 于博士打了电话 他很好在外面 他说因为我们关系都还不错 然后听了电话 然后就回来 然后就当时比较晚 我也不在医院了 郭燕武告诉记者 他跟王明朝其实也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的 只是见过几次面并不熟悉 当天王明朝给他打电话 让他帮忙 他就想到了关系不错的余博 通过一个中间人给你打电话 没有说我要让你中间李大夫给我做手术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就 这个一开始就要点名做手术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当时因为姐姐下班了 下班了以后呢 我们电话完以后 就我就跟这个余博士打电话 以后他们就直接就跟李余博士联系了 郭燕武告诉记者 余博给王明朝做完手术后 还曾经给自己打过电话 告诉他王明朝的手术一切顺利 让他放心 但对于王明朝所说的 当初来医院 就是为了能让李松建为其做手术一说 余博表示很不理解 他根本就不知道李主任的名字是谁 谁是主任 有几个主任 他都不清楚 他只知道 他来找的就是我 如果他要求李松建主任给他手术的话 他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到李主任 不会联系到我 那么针对王明朝所质疑的 幼肥总神经重度损伤 是否跟根建修复手术 有着直接的关系呢 手术造成非总神经损伤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是非总神经 那么从膝关节的这里呢 就走到前面了 在前侧 小腿前侧的肌肉里面 那么如果要通过这个切口 损伤到他的非总神经 除非要离断他的骨头 才可能损伤到他的神经 余博告诉记者 由于肥总神经的位置 跟根建的断裂位置 刚好是两个反面 所以说在手术中 对于肥总神经的损伤是不可能的 王明朝的幼肥总神经重度损伤 很有可能跟术后的恢复不但 有很大的关系 临床上的重度神经应该是完全断了 连脚都动不了了 但是我们经过查题 他的肌力是四级 所以他是一个不全性的 一过性的神伤 是可以恢复的 余博认为王明朝的幼肥总神经重度损伤 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并不是说重度损伤之后 就没有再恢复的可能 对此王明朝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治了五个月发现 一个是根本治不好 第二个就是 什么时间能治好都不好 没有任何医生跟我说 就是跟我说 这个神经损伤可以什么时候治好 王明朝认为 医院对自己的幼肥总神经的重度损伤 负有不可推系的责任 做手术之前 自己的幼肥总神经是正常的 为什么偏偏在做完手术后 变成这样了呢 不管是双方 谁说的 都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们希望能有一个第三方 对这件事情进行鉴定 来评定我们的医疗行为 跟他目前的状态 到底有没有因果观 我想通过鉴定 鉴定出来这个因果关系 到底是怎么搞 神经史上怎么造成 但是也鉴定不了 就是因为竹江医院 有病例的原因 王明朝说 因为竹江医院手术记录中 手术医师的签名是错误的 所以王明朝认为 这个手术记录并不真实 不具备法律效应 由于不真实的手术记录 无法作为因果关系 鉴定的直接证据 这才导致他 迟迟做不了因果关系的鉴定 如果竹江医院能提供出来真实的 合法的病例 或者是手术故障 我非常想通过鉴定 来查清楚我的神经损伤 到底怎么造成的 这些年为了讨个说法 在2011年10月14日 王明朝在广东院信司法鉴定所 做了一次残疾等级的法医学鉴定 鉴定结果为 王明朝右下肢损伤及其踝关节功能障碍 其残疾程度达第八级 对子于博有很大的意义 我最后一次给他做查体的时候 大概是在他出院之后两三个月 他的脚的激励 已经基本上恢复到正常了 所以我们一直都要求 他的现在的伤残 经过第三方的权威的医疗机构 重新进行鉴定 现在的一个状态已经三年了 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权威的一个说法 说起王明朝残疾等级的法医学鉴定 余博也质疑其真实性 我不认为他有八级伤残 因为他一共做了两次医疗鉴定 第一次医疗鉴定 是他刚刚投诉之后鉴定的 是在我们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 鉴定的是实际伤残 那么又过了大概一年之后 我就不清楚他在哪里又做了一次鉴定 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威性 这个八级伤残 余博告诉记者 现在他们唯一破解需要的 是找一个权威的第三方医疗机构 进行重新的鉴定 这样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比较公平的 因为王明朝的事情 他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就此负伤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病人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 这件事情对我的个人来讲 就是思想压力确实比较大 所以经常要面对媒体 要去解释要去讲这件事情 好 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 这位是潘岳律师 欢迎你 这位是张春卫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里边最纠结的地方就是手术记录书 给王明朝做手术的 这大夫叫余博 真正签字的是李松建 这么一来 这个医院是不是应该承担必要的责任 对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两项违规 第一个是整个手术过程这块 它的一个规范性的问题 因为你术前不仅仅是有一个手术预定书 不仅仅一个手术记录 还有个手术预定书 我们看片中没有交代 因为你术前要介绍清楚 是谁给这个患者做这个手术 这是一个手术过程中 对患者有个充分告知的这么一个过程 第二个就是说从病例的记载上 病例的记载应当如实记载手术的客观情况 谁做的手术就是谁做的 那么表面上来看 至少它存在的这两项的违规 对 现在让这个王明朝 感觉到特别不舒服的地方就是 他本来想找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 来鉴定一下 这个手术和它最后的残疾 有没有一个直接的病人联系 但是第三方机构说 你给我的这个手术记录书 它不具权威性 因为就是签字是颠倒的 完成了一场穿越 那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真的就不能成为直接的证据了吗 这个恐怕不是这么绝对的 因为这里面主要是患者一方 他认为他说这事你肯定是造假了 要不然你干嘛不是本人签 但事实上对于病例来说 要区分各种情况来确定它的效率 根据亲钱责任法 那么如果病例是伪造的 这个鉴定不需要做 因为伪造病例本身就要推定 医疗机构有权责 你再说你治的好 没有用 但是这个病例不是伪造的 但他在书写过程中有瑕疵 写的不对 比如像今天片中这种情况 他没有伪造的故意 但是他确实是书写错误了 那么这种情况要看 是不是就此就导致整个病例 或者这一部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这个不是由患者来评判 是要送到鉴定机构 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缺一不可 缺他不可 如果要是鉴定中心说 这东西太重要 离了他不行 那好了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医院举证不能 那要推断才有责任 对我们经常听到过这样的事情 就说这个大夫特别有名 然后很多这个患者都是慕名而来 结果他签字 但是却不动刀 有人说这是医院的一种潜规则 春卫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 第一的话呢 人们肯定喜欢那种慕名而来的大夫 认为这种大夫的能力会更强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那个大夫也只有两只手 他也只有24小时 他怎么能够保证全部都做过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要强调的是什么 第一 疑心一生暗鬼 在这件事情上 我想当事人可能疑心太多了 他指出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就真的影响到他的手术呢 可能未必 所以在这个真真假假当中 我们更应该鉴别的是 他首先的这个手术 真实情况是谁做的 他不能说因为一个签名 就一定要找到说 你要对我负责任 我倒更觉得 他是希望通过这个签名的错误 想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诉求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利益 果然 这王明朝有这样的打算 因为他现在呢 这个肌肉已经逐渐的萎缩了 而且家里边的重体力劳动 他基本不能参与了 于是呢 他就向医院打算索赔60万 那这笔钱他能够拿到吗 我们继续了解 王明朝说 从2010年受伤至今 整整三面的时间里 由于右腿肥从神经损伤 导致他的腿部肌肉萎缩 走路时都是一拳一拐的 家住六楼的他 每次上下楼都显得异常困难 王明朝说 其实他受伤的这么长时间里 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但是他觉得 最对不起的 就是自己的妻子 还有刚满三岁的女儿 因为自己的腿脚不变 以前身为家里顶量住的他 也只能依靠妻子 来承担家里的重担 去超市买了东西 回来买点米买点油 上好多的时候 我都领不上来 我还要专门叫我妻子 下去可以领上 事到如今 王明朝告诉记者 无论怎么样 都无法改变他现在的状况 他的伤情一时间 也很难恢复到以前那样 经过跟医院的多次沟通 他向珠江医院提出了 六十万元的索赔 他就按法律算 我就算出来六十万 他说我主动说 我说可以谈 这个数额可以谈 这个六十万 你说多少 六十万 我就是按照那个 我们国家那个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 那个事发解释 里面有公司的 对于王明朝提出的索赔要求 珠江医院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要医院赔这么多的钱 因为医院不是他治残的原因 而是医院帮助他摆脱了残废的可 把他的脚的功能修复好了 为什么还要赔钱呢 我觉得你珠江医院 自己说自己有没有责任 这么明显的情况下 他被一分钱都不愿意赔给我 而且他的解释 我个人来看 简直很滑稽 王明朝认为医院 一直在逃避自己的责任 而且双方每次说到赔偿的问题时 医院方面总会找出各种借口 来搭塞他 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珠江医院上次找我 找我两个月 你让我提数回数 我提了 不知道你怎么想 你又给我答复 你不给我答复 我们不解决 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成本态度 你找我干嘛 那我们的态度就说 不管谁对谁错 应该遵循一个法律的途径 来解决 我们不否认我们自己医院 有很多不足 这种急诊晚上做手术 有什么医生你就有什么医生做 对吧 你如果择其手术 你还可以挑一个最完美 最好的医生 曾院长告诉记者 要赔偿王明朝这么一大笔钱 对医院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由于双方经过多次协商 也未能达成一致 2012年 王明朝一纸诉状将南方医科大学 珠江医院 上诉至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如果法律判决 我们会尊重法律 因为这是国家的医院 这是公立医院 不是说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 不管你对错 法律判了 你就得认 我觉得出现这种意外 也不是医生故意的 但是你有过错 你就要给我赔偿 说白了你就要赔我钱 给我涨上这么大伤害 这事情不可能就这样不了了之 如今王明朝与珠江医院的医疗纠纷案 广州市海珠区法院 依然在审理当中 对于王明朝提出的巨额索赔 医院方面觉得 不应该由院方来承担这个赔偿 医院方面认为 王明朝的幼肥总神经重度损伤 与跟健修补手术 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医院在医疗文书方面 确实存在过错 但医院也已经受到 有关部门的处罚 对于王明朝所说的 因手术记录不时导致他 无法进行因果关系的鉴定问题 院方表示 希望在第三方医疗鉴定机构的介入下 能够鉴定出一个相对公平的结论 实际上王明朝和这个医院 双方他矛盾的焦点就在于 王明朝的 他的跟健 最终导致残疾的原因是什么 王明朝认为说 就是你多了一个跟健手术 最终我残疾了 而这个医院认为你恢复不当造成的 那拍阅根据你的推理 你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什么 因为这种这种医疗纠纷 你总他双方纠结的实际上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王明朝所举施的所有的证据 只能证明这个手术记录写错 他没有证明手术过程做错了 他只是猜测说手术过程损伤了这个 这个肥肿神经 那我们现在分析 肥肿神经的损伤 现在目前看应当是有三种可能 一 术前就有损伤 因为他来的时候是个跟健损伤 我注意到了 虽然是个神经外科的医生介绍过来的 但神经外科的医生当晚并不在医院 他只是说跟健锻炼了 求这个于博去做手术 也就是说神经科的检查 我想恐怕不知道是做了没做 但至少在片中没有提到 就王明朝强调说 我术前没有这个肥肿神经的损伤 那么当时做记验图了吗 正常情况下这么严重的跟健锻炼是要怀疑 神经有没有损伤 要做一个排除 那么一个是术前有没有 第二个是术中有没有伤到 其实大夫说的有道理 肥肿神经的位置确实不在 后面跟健手术的术眼范围之内 但是临床手术什么奇事都有 不能百分之百排除 这个事 第三个 也可能像医院说的那样 术前也没伤 术中也没伤 术后你做跟健的康复运动的时候 比如撑拉 比如你做恢复性的训练 这时候又把肥肿神经伤到了 但这个可能性较小 因为那个时候是康复运动 力量爆发力都不足 所以现在来说 其实前两者 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么一说应该医院相对的被动一些 如果是前两者 医院非常难办 因为它是两难的选择 如果是术前有 那好了你医院存在漏诊 你平时没查出来 对吧 如果是术中造成的 术中负损伤 自然是医院的责任 所以这就是医院为什么说 这是你在这之后 如何如何造成的 但实际上 作为王明朝来说 他还是纠结这个术前 术中这个问题 术前这事我们倒是很好奇 还有王明朝 他向这个朱江医院所赔了60万 那这60万 他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医疗纠纷 他的赔偿 现在是双重标准 一个是你可以完全按照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申请医学会鉴定 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原则 去计算赔偿 一个说 你也可以说按亲情责任法 我不定是不是事故了 我不管行政责任了 我就要求认定侵权 然后给我赔偿 这时候按照人身损害赔偿 刷解释 这个双轨制 现在在趋于一致 但你无论按哪个 实际上只是一个 计算的细节不同 最终的这个数字 它基本上是趋同的 但是即便真的是 医院权责的话 60万的数字也有点高了 对 春伟你了解完这个案的之后 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第一的话呢 我们以前会发现 一个病人要回一个医院打官室 会很麻烦 甚至的话呢 大家都不知道最后一个结局会怎么样 大家往往会说 医院一定会胜过这个病人的 它相对强势 对 但是现在呢 你会发现呢 就是因为没有人去给他做一个第三方的鉴定 所以呢 医院方的利益 和这个病人的利益都无法去判痕 然后呢 这个病人还说 你看你名字签错了 我觉得虽然说是文书上的这么一个错误 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就第一 消费者的消费智慧在增长 对 这种增长是来自于真的普通消费者不屈不劳的 长期斗争经验总结下来 对 我们就可以揪个错 但是医院呢 确实在他的这种长期的组织内的生活当中 他觉得这种东西无伤大雅 虽然在文字上无伤大雅 虽然在事情上你还能够 所有人都健在 都能够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但是最终你会发现 医院就受制于这个无伤大雅的签名 就受制于你组织内部的这种习惯性的旧规 所以呢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管他是怎样一个解决之道 但起码文书上的错误 让南方医院在这件事情当中 总是领不过弯来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又觉得呢 这么小的一个错误 能不能够被放大成 60万的这样一个赔偿 对 但是我想的话呢 不管人们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 起码60万叫出来了 而下一个人 可能比60万叫的还要多 这就提醒所有医院 首先如何规范好自身 还有一点 作为大夫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大夫 每个大夫都是一片好心 每个大夫也都是坦然面对自己做过的和没做过的 这还算是比较好的医院 没有说这大夫蓄意隐瞒什么 每个人都把自己做了的和没做的都认识 都拿出来了 对 但是最终的话呢 大夫们千万不要拖人情啊 你看这几个 当中就是现役人情 这就是找熟人吗 对 而一般的呢 我们作为这个患者啊 都觉得我如果医院里边没有亲近朋友的话 我就得找一个熟人 要不呢 排队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殊不知啊 这么一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这里边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第三方鉴定机构 作为长期处在弱势的患者来说 心里边有点打鼓 你怎么第三方 你也是应该是有行医执照的人 是吧 你也是医生 不管你你在哪个单位 是会不会医生和医生之间呢 或短 对 会吗 现在是这样 这个实际上是等于是医疗纠纷中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以往咱们原来叫医疗事故 那个技术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 那是87年的条例 后来呢 改成了医疗那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后呢 又转到了医学会 当时转到医学会的时候举国沸腾啊 大家都说哎呀 这下可好了 可是第三方鉴定了 但是现在时至今是十几年过去了 对于医学会的这个批评 你们要上网一查的话 到处都是 它仍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第三方 那么七年责任法这回一改 又说了 好 你们都信不过 你可以委托司法鉴定 但是实际上司法鉴定这块 就存在一个新的问题 司法鉴定都是法医 临床经验不足 对于临床上的纠纷 它判断起来非常有障碍 它还要请一些医生作为专家 顾问 于是患者 又不相信了 然后有一个笑话 一份遗嘱 引发激烈房产争动 两个家庭 白藏多少 新生往事 我背得起这个房产 它背得起什么 改嫁更多 越界图案 明日播出